大家好,我是小姨妹 今天是心灵的第二天,大年初二 这段时间呢,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原因 一直都在医院里面住院 今天呢,超过时间 因为我今天出院了,太晚了 所以我就订了一个酒店 所以呢,我想在这里给大家说几句心灵话 因为快要过年了嘛 首先呢,姨妹在这里 先给今天刷到这个视频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大吉 虽然我们未曾相识,素未蒙面 但我们却有着千丝万语的联系 大家知道姨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子 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上 能认识这么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能得到大家的喜欢和支持 姨妹真的好幸运呀 感谢大家 没有你们就没有经历的小姨妹 大家知道这一年 在小姨妹身边 接二年三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甚至前段时间我差点丢了心灵 是因为有你们用一颗颗颗的小红心 一句句鼓励的话温暖在我的左右 才有今天的我 不管是你们的举手之劳也好 滴水之恩也罢 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小姨妹 你们对我的好,我一定会明智于心 一定会记在我的心里面 虽然我知道我自己无意为报 但是我一定会把你们 老老了记在我的心里面 感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这一路上的支持鼓励 是你们给了我鼓励 给了我自信 给了我勇气 让我看到了未来 让我看到了希望 让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谢谢我的家人们 感谢我的两家人 谢谢大家 希望在新的一年 2024年 希望大家才越滚滚 身体健康 龙年大吉 祝为我的所有的两家人 发大财 身体健健康康的 我更希望的是 你们有着健康的身体 陪伴着小姨妹左右 一直看着姨妹成长 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这是小姨妹给你们的 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希望你们还能 一步步看着我成长 一步步看着我走 因为你们是我的迎龙人 你们是我的两家人 谢谢我的家人们 祝大家龙年大吉